据博主中国娃娃爆料,相比现在的甜蜜婚姻,唐国强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往事,唐国强的首任妻子名叫孙涛。 1977年初,唐国强通过孙涛母亲战友的介绍,与孙涛相识。 孙涛的父亲原是郑军级干部,而唐国强则是一名戒调到八一厂的临时工。 据说两人见面后,孙涛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。 1979年7月,唐国强和孙涛举行了婚礼,1983年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但1989年中,以感情破裂,唐国强提出了离婚。 1990年的大年除夕,孙涛抛下了年仅七岁的小女儿在卫生间自已身亡。 孙涛的自杀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,各种指责、猜疑和咒骂纷至踏来。 孙涛家人透露,唐国强连续三天跑到家里逼迫孙涛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 孙涛不肯签,唐国强就威胁孙涛,最后女方上吊并留下两封遗书,一封给家人,一封给女儿。 而唐国强则认为孙涛是得了精神病。 唐国强和孙涛的女儿也力挺父亲,我是有判断是非的能力,知道对与错。 我爸爸很苦很苦,当年他被八一场赶出来,很惨,连戏都不能接。 两个人感情不好,分开也不是坏事,但我妈妈心里压力很大,她不是一个很开通的人,心胸有点狭窄,有事埋在心里不想说,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。 酷六娱乐整理报道